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隻叫阿斯巴田 發現原來它是可能導致癌症的 那有沒有其他的藥呢? 其實我們現在要小心有一些很不幸的副作用呢? 其實應該這麼說 每一隻藥都應該有副作用的 如果讀藥劑的朋友 你們會有一本藥的詞典 譬如那隻藥合理的劑量是多少 它有什麼效能和有什麼副作用 你會很容易發覺幾乎每一隻藥有效能就當然了 但是都有副作用的 因為在藥物測試的時候 他們會試清楚有哪幾隻的副作用 但是譬如說這些詞典 會不會有一些資訊是遺漏了 如果當初沒有發現 未來得及找到有一種意想不到副作用呢? 這些例子其實很多的 阿斯巴田的例子就不是一種藥 它是一種食品的添加劑 它那個的測試、檢測都有一套他們的標準 所以你說如果它也會做漏了東西 有一些沒有想過的副作用 很遲才發現 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我們上個星期就會講阿斯巴田的例子 但是會不會 其他我們都很多一些大病的藥 它都有一些我們未被發現 但是也不能忽略的副作用呢? 其實是有的 有這樣的 一路都有這樣的新發現 我們特別去看一看 原來有一種醫糖尿病的藥 是導致有自殺傾向的 您可否解釋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自殺傾向的副作用 當初是不知道的 這個是到了它過了很多的臨床測試 直到藥已經出來 去到市面上給一般的人去用的時候 才發現法國慢慢累積得越來越多的這些結果 這個其實就是 現在都還沒有很堅實的定論 這藥是哪一種呢? 這藥是叫做Ossampic 這就是其中一種的這些醫二型糖尿的藥 它為什麼會這麼受到關注呢? 其實是在好幾個星期前的科學回憶錄 我記得有一節我們提過這些糖尿藥的一些故事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藥現在 它是能夠令到你不用做運動 都可以減肥 而那種藥本身就不是拿來給你這樣用的 主要是拿來治療糖尿病的 那糖尿病人他用了這種藥就有個結果就是 當然幫他控血糖 另外就是他不想吃東西的 還有不想吃東西就一定肯定了 就會瘦了 但是呢 也都有個作用就是 也都看到就是 通常是會情緒低落的 那現在呢就發覺 這一隻呢 被人家已經是拿來濫用他做減肥的這一種糖尿病藥 就是這隻Ossampic的這隻藥呢 它就似乎是越來越多的報告 就發現很多使用者 無論它是有沒有糖尿病 或者有些人是純粹用來減肥的那些也好 就報告回來說他們是有自殺的傾向 那這件事情就 雖然那個因果關係還沒搞清楚 但是就突然之間看到有一個族群的人特別多自殺傾向呢 那第一件事就是 無論是在美國和歐洲都引起了關注了 就是覺得大家需不需要去再調查 甚至去管制這一種被人拿出來去做減肥的這一種真藥呢 就是這種藥是要自己 它整個那些迫布板marker這麼粗的 那支藥是自己和自己打針的 有一支粗針打下去的 那你只是要去忍受到自己和幫自己打針 打一支粗針很痛的那一刻呢 其實都 勇氣都要很大 就是這件事情是 簡直是為了減肥 是大家願意去承受這種痛苦 那我都覺得整件事本身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那我們怎麼解釋到那個之間的因果關係 就是你減肥 你不想吃東西 那為什麼要自殺呢 現在呢 這件事就是最慘的 你只能夠找到那個關聯 實際上那個機制是還沒搞清楚的 那這個往往也是一個原因 為什麼這件事在研發的時候呢 沒有把那個自殺傾向裂入了它那個負作用之一 它說出來沒有人吃的了 因為你裂得進去負作用呢 你其實都要看清楚那個機制是什麼 你說的那件事是致癌 你說阿斯巴田是致癌 但是你找不找到它的致癌機制呢 如果還沒找到的時候 但是你可能只能夠給一個 根據你的那個關聯結果 給一個警告給大家 那這次這件事其實都是這樣的 我們看到它用了這件事的人 多些會報告是會想自殺 那剛才呢 都提到一件事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 用這一種糖尿藥減肥的人呢 他一不想吃東西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是這樣 長期不想吃東西 或者覺得吃東西有罪咎感的人 你自己的抑鬱傾向都很大 就是你只喜歡玩食物 你看到那些東西 你就算肚餓你都不想吃 吃不下 甚至乎你那個人自己的 那個身體機器不聽話 將它吐出來都不奇怪 那這件事呢 是大家會歸咎於那個 精神情緒的問題 那好了 會不會這個糖尿藥 其實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呢 這個藥本身可能 不會直接影響到你的情緒 但是因為你是一個很積極地 減肥的人 然後甚至乎你是糖尿病患者 你有長期病患 你因為這個藥 令到你不想吃東西 沒有吃肉 你沒有了那個吃東西 為你帶來的喜悅 一大群人吃東西 大家吃得很開心 你沒得參與 你吃不下 你只坐在那裡 那究竟這個是一個外在情緒的因素 令到你抑鬱 繼而想自殺 還是真是那支針藥令到你抑鬱呢 其實這裏就是還未搞清楚的地方 就是我想 但是怎樣也好 無論它是好像直接地 令到你抑鬱 還是間接會令到你去抑鬱呢 那我覺得在這裏 都是需要受到這個監管和注視的 或者我們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方法 辦法去令到這個症狀 這個負作用緩解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 比起去為大家發過警告之外 一個更加需要做的一個補救的措施 那你剛才看到那個 譬如說是自己不想吃東西 或者吃東西咬了出來 其實跟長度的健康有什麼關係 這裏呢 我分享一點點我個人的觀察 就不是科學新知的新聞內容來的 其實都見過有些的前輩 他們長期病患是糖尿 接著需要用這些藥 也真的看到他們用了這些藥 那個人的情緒上面是會有變化的 那個情緒變化是來自什麼呢 我們一直都不是很搞得清楚 因為我們自己沒有一個很仔細 很控制的調查去下這個結論 但是或者可能大家都留意一下 你會發覺很多身邊 就算不是糖尿病的朋友 減肥經常不吃東西的朋友 那個人的情緒上面都是會容易一些不開心的 那個情緒很容易跌入一個很抑鬱 很躲進一個洞 很down的那種狀態 有一個經典的例子 就是Karen Carpenter 他是餓死的 是的 你節食、減肥、厭食、抑鬱 這些是一套的 是的 那麼這件事 就是 這裡又要提一下 這個藥本身可能真的會有這樣的能力 令到你的內分泌變了 令到你不想吃東西 而你不想吃東西 你也沒有了吃東西的餘悅 因為你其實有時候吃東西 是一種滿足身體需要的 不是情緒需要 是一種滿足身體機能上的需要 於是你會有一些令你餘悅開心的荷爾蒙 是同時分泌出來的 那麼其中一種比較明顯的效應就是吃巧克力 是不是 你就會有一種多種 我喝巧克力 給我吃巧克力 是的 有些病症就是醫生會鼓勵你吃巧克力 這個是關係 不要賣廣告 你給我提借 是啊 大家不要管台獎吃什麼巧克力 但是除了除此之外 有一樣就是有科學根據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長度生態是怎樣的 其實已經是可以說 我們可能未來再找一節去跟大家去 就是趁有新聞的時候可以跟大家講 很多時候我們不開心那樣東西 原來不是真的這麼多客觀因素就算了 其實往往就是你的身體 是因為是一個很失敗的機器 你是不懂得開心你就不懂得開心 就是很多時候有抑鬱的人 他已經是很努力 他嘗試看多些東西 看多些東西就努力 認自己開心 他有吃藥 但是不開心就不開心 因為身體就好像一個傷殘了 一個少了那個開心的功能 那些東西其實是可以和什麼有關呢 和你腦部結構有關 和你的腦部結構改了之後的內分泌有關 然後甚至乎有一個你想都想不到 是跟你那個長度健康是有關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你就算不發燒 你吃錯東西肚痛的時候 你那個人做事的魄力 紅心是差很遠的 你如果腸胃炎食制了 你做事的魄力你是差很遠的 或者做事的膽量你都差很遠的 你就會覺得我病了不舒服 不舒服也是這樣 但是那時候其實你沒有發燒沒有性的 你純粹是腸部不舒服的 你吃東西不想吃 吃大便習慣差 你那個人的情緒你都不同了 那些東西的鬥志是會少了的 那甚至乎你整個腸胃好了之後 你會發覺這件事你恢復 你會發覺不是馬上恢復到的 你是需要一個時間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說 到了你的腸道平衡 但是治治的時候 是會改善到的 我不知道坊間很多人都說 叫你吃一些益生菌這些東西 那當然原本你有一個好的飲食習慣 個人的精神生活也都健康 你是不是太需要的 個人如果食無定時 然後又經常遇到一些不開心的事 其實是直接影響到那個長度健康 而反過來 如果你願意做些事情去控制你的長度健康 那些益生菌和害菌的那些平衡的話 是最後影響到你的人的情緒 和做事的積極程度 所以你就會說 甚至乎有一個觀察就是說 一些本身是減肥的人 就算他不想吃東西 但是如果他能夠去吃一些 你不需要買特別牌子的益生菌 但是你譬如說 在你僅有你可以吃的東西之中 你都盡量吃一些益生菌多的東西 吃乳酪 吃納豆 這些這樣的東西 吃一些水果這樣 那其實最後呢 是可以令 是有能力令到你個人 是會少一些這些益骨症狀 所以在這裏呢 會不會 這裏我純粹做一個的估計呢 如果因為他要用這些減肥藥 導致個人抑鬱 甚至乎是有自殺傾向的人 可不可以透過一些很簡單的方法 透過去扶正回去那個長度生態的平衡 令到他減少用這些藥的負作用呢 那如果是可以的時候呢 我覺得對於真的想減肥的人 和那些真的需要醫治自己糖尿病的人 都是一個好的消息 是啊 但是很有趣地 就是在中文裡面 其實這個長度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和這個情緒會連的 肝腸寸斷 就是在英文裡面 據我所知是沒有這種的聯想 那很可能在古代 其實中國人已經有這種直覺 就是覺得 我們的長度和我們的情緒 在長度是不是其實很多神經線在那裡 其實就是會說從長度的健康 可以透過長度的神經線 影響到腦部 所以我覺得不是說那種中國人的直覺來的 你可以看回中醫的醫理裡面 那個心神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個消化系統和你的情緒 它基本上看成同一個東西 所以你說去做一個 扶正在長度的平衡 其實就是一個 幾符合一種中醫條理的概念在那裡 那當然中醫就沒有用一個很科學化的那種分析 那最後 我們除了益生菌之外 其實近年還有其他的藥物 可以和我們去管治那個長度的健康 其實很有趣的 益生菌的概念是越發越大的 你就算大家去走去那些這樣的藥房 或者那些便利店 你除了買一些叫什麼 probiotics 就是益生菌 有些叫prebiotics 變成一些健康食品的概念 就是除了你要吃probiotics 你要吃prebiotics 那其實兩樣東西 除了一個串法不同之外 還差那些什麼呢 prebiotics就是一些 準備可以給prebiotics吃的東西 就是說你有prebiotics 就可以令到你prebiotics生長得好些 那所以他們就會說 就算一個正常人的長度裡面 不是說你加多些probiotics就算的 你在裡面要放足夠的食糧食給那些probiotics 就是說你要有足夠的prebiotics 來去滋養住那些probiotics 那你的長度才能夠更容易平衡健康 但是現在很有趣了 這個就關乎剛剛這個星期 又有公佈的一些新發現 我不是這方面專家 所以只能夠很皮毛地說一下 就是除了這個prebiotics和probiotics之外 已經開展了一個新的研究 就是針對於那些益生菌消化完這些prebiotics之後 它那些新陳代謝物出來的 就是排泄出來的那些東西 我們有個名字叫Postbiotics P-O-S-T 接著是biotics 這個字 就這些是叫做 被這些益生菌消化完之後的那些代謝物 原來都對於維持我們正常長度健康有去的貢獻在那裡 所以原來我們現在對於長度生態健康的認識 都是一路是有隨著時間累積而闊了的 我們知道就是說 怎樣維持長度生態平衡 你多喝一些益生菌下去 喝一下益力多 吃一下納豆 吃一下乳酪 但是你也要吃一些來去滋養到這些益生菌的食物 甚至乎那些益生菌吃完那些食物去排泄出來的那些新陳代謝物 原來都是能夠貢獻到整個長度生態平衡的建設的 原來你發覺就是影響得越來越 就是我們的認識就越來越全面了 甚至乎就是這個長度生態平衡 可以透過神經系統去影響到我們人的情緒 甚至乎可以幫我們去克服一些 我們自己抑鬱帶來的損害 這樣也是有它的科學根據在那裡看到的 所以這裡似乎有幾個 我們這一節講了幾個不同的東西 但是我會其實都是給一個 其實很想帶一件事情出來 大家那種怎樣在日常飲食上養生的概念 就算你是沒有辦法在你一個這麼繁忙的工作 或者這麼大壓力的生活之間 去令到自己可以吃得定時和吃得很好 但是我們都還有一些洞洞的機會 去盡量去令到自己活得好一些 譬如我也覺得很鼓勵大家 就是說就算你運動不了 那你能夠吃水果 吃一些有益生菌的東西 就吃了 是不是? 就算你是真是很介意自己的體型 你真是要去做減肥 但是你同一時間 你為了你自己能夠的路走得更長更遠 你就在另一方面去吃多些令自己的長度有益 令到你自己的情緒上面更健康的東西 那我會覺得就是 對我們自己身體認識更多 為我們自己度身訂做一個好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一生受用的 其實大家不需要太憂慮了 因為剛才我們說的 無論是preepro postbiotics 都在我們日常的食品 飲品裡面都有的 只不過大家不要偏食 那又不需要太急於找那些所謂的補品 大家看一看這些相關的資料 就知道應該自己做些什麼 可以保持長度的健康的 那我們四節就完成了 我們接下來就有科學回憶錄 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